马面抢及连胜文目的是什么 最早发现马面冲上台的 就是永和民众服务社理事长杜毅凯 当时他一声鸡叫众人全冲上来 事后想到根据他对马面的认识 马面从不出现在政治场合 马面也是冲着连胜文而来吗 检井在永和国小造势现场掌握到 8点到8点17分关键三通电话 马面曾经打三通电话给A男 但A男只接了第一通后面两通没有接 接着A男打给B男 A男的发话位置在台北线 B男和马面通联位置同时出现在永和国小 检井研判B男就是在台下负责丁少的共犯 时间往回推 当晚7点10分马面就从家里先打一通电话给A男 7点20分就出门 7点50分抵达永和国小 不论出门前以及抵达现场 马面都和A男接了头 检井怀疑这名A男就是幕后藏尽人 通电只能证明说就是有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个记录 那当时也没有任何监听 那不知道说外界为什么要解读说 他这个通电就是有同伙 如果冲着连胜文而来为何挑陈宏元的场子行凶 不排除政治动机 另外一个可能是只要开枪足以影响选情就能左右赌局 不排除地下赌盘卖凶杀人 陈宏元和父亲接受训问时说不认识马面 而马面作案枪支比对弹道后发现是一把新枪 检井要追枪是谁提供的 目前连胜文已经转往普通病房 检方加快脚步在下午2点钟已经到医院就训过连胜文 专业新闻台北政府报道 好了我们看到现在是已经有板桥地检署在接手侦办这个案子 有很多事实大家都还没有办法厘清 也觉得整个案子的发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刚刚新闻里头大家看到的就是昨天所说的三通的通联记录 今天有了更进一步的讯息 这三通电话是马面在家里的时候 他家里是在和平西路是在台北市并不是在永和 他在家里头的时候7点10分的时候 接到了打出去一通电话打给A男 他在7点10分结果他7点20分 打完通电话10分钟之后他就出门了 然后7点50分到达永和 然后8点跟8点17分 这中间8点到8点17分是枪击的时间点 8点17分是连胜文被开枪的时间 这中间总共他打了三通电话 其中一通还是打给A男另外两通他打给A男 不过A男没有接 所以从他出门还有到现场都分别打电话给A男 所以A男到底是谁就是一个关键人物 不过检警当然有了通联记录 也知道A男是谁 他说在同一时间 A男的电话打了一通给一个B男 这个B男人在永和国小跟马面在同一个场合 所以看起来如果要说幕后藏进人 应该是这个A男是这个藏进人 B男可能是这个马面的同伙 也在永和国小 那到底A是谁 B是谁 这是检调现在正在进一步厘清跟调查 希望能够告诉大家真相的一个关键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民进党指控 有人指控自导自演 有人指控开枪是高人指点 那蔡英文主席说国民党扩大渲染政治炒作 他讲的是选前之夜的做法 他认为是扩大渲染政治炒作 抢进了投票日的媒体版面 对选举结果有影响 他们在调查是多少 但是最后他控诉的是说 枪击案发生之后 第一时间没有厘清事实 反而留下许多政治炒作的空间 民进党不希望社会为这件事情撕裂跟对立 所以要对枪击案的真相进行调查 连检调都不知道怎么调查A难跟B难 民进党要如何对这个枪击案进行调查 他也指示立法院党团 要在民主法治的程序之下 监督让真相大白 那现在板检已经进入调查了 那民进党立院党团要如何监督板检 让真相大白 而他所说的第一时间没有厘清事实 第一时间到底谁能厘清事实 这个指控应该不合逻辑吧 当然 我跟你讲 这条消息我越采访越糊涂 连你都糊涂了 我越糊涂 我就去了解这个马面 他的作息 他的政治倾向 他的病庭背景了解之后 其实我都已经讲了 他以前跟人家恩怨 然后他被砍 然后我今天又联络这个刘正来 就这个叩头 联络刘正来说 我要联络这个 他没有参与吧 不是 我是把叶子已经问的啦 对啊 他是去救人的那个 不是 他 他这个刘正南给我讲 他不认识马面 他不认识马面 然后呢 我又联络陈明兄 陈宏妍的爸爸 陈宏妍的爸爸 也不认识马面 他认不认识马面 他说他也不认识马面 他也不认识马面 对 那他跟他说马面 我说马面 是坎克他 来你服务处向你要钱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没有 他也从来没有跟他讲 可是他跟那个 检调的人讲说 这个是马面说的 他也是 我跟你讲 所以 那是马面说的 所以现在 因为什么 跟检调讲的 跟我们讲的 到底是谁是谁 当然是跟检调讲的 不要有权威性 因为他不能做伪证马 他跟你讲 应该也蛮权威的吧 不是 因为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他可能有些东西要 闪避掉也有什么事 他跟你讲 翔哥你当天晚上 就来这里讲 对 而且担心被监听 也不太好 那这个东西就很糊涂了 就很糊涂 我不认为有背后赌盘 因为这一次 你觉得不是赌盘 因为连我想下赌 我都找不到 去哪里下地下赌盘 所以这次赌盘很神秘 我亏大了 我认为 我一直认为国民党 会赢三都了 没有人要跟我赌 正义鵬也不跟我赌 我去到处去问 哪里可以下地下赌盘 我要去下 因为我已经找到一个朋友 他说你去下 输的算他的赢的算我的 我到处要去找人家下 都没有人要给我下 他问我研判 我说国民党赢三都 那时候还没发生这个事 就没有人去啊 地下赌盘在哪里 以我记者的经验 连你都找不到 那谁找得到 你说嘛 每个记者讲地下赌盘 赌金有几十亿几十亿 鬼扯淡 我是希望后面有一个集团 一个常敬人 这样子会比较合理 但是你抓到常敬人以后 你总要找出恩怨来啊 还是他跟陈明雄 他们家的恩怨啊 不可能跟连胜文家的恩怨 总是有这个恩怨嘛 但是以我所了解 陈明雄其实他们父子 在忠永和地带 第一个经济状况很好 第一个做人很豪爽 一般去打猎的啦 什么有关系的 去要钱都会给嘛 那如果讲专有名词 什么打猎 打猎就是 去去去去去去 仙伯多逼 仙伯多逼 仙伯多逼也是专有名词 怎么讲 你这个比较会讲 你讲上市 你了解的话 趁机来来卡油 来卡油啦 来卡油啦 趁机来卡油啦 不能讲保护位 要点好处啦 因为呢 因为坦白说 这个马面 马面本来就有这个选举 给人家卡油的习惯 我一个朋友问他说 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他差不多几年 他说有选举的时候 日子就过得比较好 他自己跟他讲 有这个选举就较有钱啦 那可见就是选举会到处去 给人家卡油嘛 那我觉得台北县 政坛的路被他卡油的应该不少 我想说这个是当应该 我单纯的研判 你本来以为应该是 因为卡油不成而凶伤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 没有后面那个集团 也没有什么赌盘 还是去卡油的关系 那为什么要锁定连胜文呢 他枪杀的是连胜文啊 那如果很确定 他就是针对连胜文的话 我认为他跟连胜文是没有恩怨的嘛 那如果是跟陈嘉有恩怨 那就是要给他难看 给他难看就要做一条大的 就是做连胜文比较大嘛 临时本来要弄他 但是连胜文来了 干脆弄连胜文比较大条啊 对 这个我为什么讲说 他没有锁定连胜文的原因 是目前按照检教的查解 如果我要锁定连胜文 是不是我必须要知道他的行踪 他今天到哪里的行踪我要掌握 问题是他到陈宏妍这个场子 是突然间来的 不是 他那个打电话 7点10分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对 刚才那个板子 7点10分 有可能告诉他说连胜文要去哪里 对 他听到连胜文要到现场去 对 好 那就是说如果他指定要干掉连胜文的话 其实他有很多地方 不必要到那个场子去把他干掉 因为他去杀那个人 对 那么多重目考虑之下 马上转起来 哪有可能跑去 所以他没有要跑 他显然以这种方式 他就是跑不了 他就是 第一个就是报定必死的决心了 那一定是有一些目的在 甚至讲他一闪到整个压 就是一定有人去拿钱给他 因为他已经没钱了 他怎么去拿这些 三四十万的这种枪戒呢 他拿不出来的 这当中我现在认为是还是有背后的 我这样讲 胜文是在前一天 也就是枪击案的前一天 大概十一点钟才接到陈宏元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在永和的票都被挖走了 他现在正在苦战 是不是明天能够帮他站个台 那胜文说我尽量赶 我在好龙斌的场呢 如果来得及我再赶过去永和 那如果说八点以后 我还没有在好龙斌的场出现 我可能就不敢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那天7点40分 林胜文到了好龙斌的场以后 就让他上台 上台讲个十分钟 那7点50分 他心里在想 我昨天已经跟他讲了 胜文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他讲话算话 而且非常阿斯塔利有正义感 他已经答应他说 八点前我如果到好龙斌的场结束 我就会过去 结果真的7点50分 好龙斌的场就结束 他讲完了 讲完以后他想说 我已经答应人家 所以他就过去 过去在陈宏元的场 也没有告诉大家 林胜文要来 所以为什么林胜文照理讲 他上去的时间不是那个时候 是因为洪秀柱在朱立伦的场晚了 他晚到朱立伦的场 又赶回去陈宏元的场来晚了 本来是林胜文要讲话 那一段时间是洪秀柱要上台 洪秀柱讲完才是林胜文 但是没想到林胜文先到 所以林胜文讲完 林胜文讲完就林胜文上去 在林胜文讲话的时候 林胜文已经站在旁边 林胜文一下来 林胜文刚要讲 结果就被这样枪杀 所以那个时间点 本来是洪秀柱要讲的 是 没错 那个时间本来是洪秀柱要讲的 那如果马面是临时起义决定对象的话 所以现场的人都有可能变成对象 林德福是立委 洪秀柱也是立委 我觉得刚开始就是陈宏元就是候选人 但临时看到林胜文来了 就把陈宏元换了 临时换了 怎么可能陈宏元是候选人 林胜文只是一个助选人 第一个 第二个 陈宏元 他就是要事情 如果要担心 他担心 他担心 他不是真的 到底他心里在想什么 而且他教授的名字 而且还骂国骂 这个其实我也为了这个去采法 对 第一个我要了解 这个人吸毒到底改了没有 林达教授我说改了 戒毒了 戒毒了 海洛因戒了 戒了 警察也怨了 没有吸毒 没有吸毒了 先戒了 清醒的 然后我就特别再去问 已经吸毒戒了 戒了好几年的人 我说你们吸毒的人 会不会想 有时会想自杀 厌世 他说会 但是他告诉我说 有时想死 但是不见得又不会真的去做 又不甘愿 又想说我死的时候 是不是做一条大条的 他们有这个心态 我去问吸毒的人告诉我 这怎么告诉我的 因为我没吸毒 我也不晓得有什么心态 所以我这个也是 你是推论的 我也是推论的 要不不这样讲你是不合理的 他不知道除非 你很了解 连胜文 林世奇那个行踪 除非他一直跟着他 如果没有的话 他怎么知道 连胜文要来 因为连胜文前一天晚上 有跟陈宏元通过电话 但没有确定 但是有这个行资 就是有可能会去 对嘛 有可能会去 有可能会去 你看没有公布 有可能会去 陈宏元身边可能会有人知道 那你就是内贼了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他是晚上11点才打掉 你连胜 可是你不晓得那个 A男跟B男是谁 那你不能排除说 他很可能就是在那个 陈宏元总部的某些人 一个总部来来往往的人 所以说我越查访越复杂 但是以我记者的经验 假如A男这么重要 这个通年这么重要 记者以我熟了解 目前的记者 不会知道 跑不出来 其实不重要 还在那边写来写去 很重要的 我跟你讲 检井办案 这真的很重要的线索 我跟你讲 真的很有交情 他还不会告诉你 好 便宜广告